我安 您好 我是魏宇田 今天是2022年最後一個上班日 马上就要来迎接元旦的三天廉假了 很可惜的是天气真的没有那么的好 主要是因为呢 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 同时又有南方云系北夷的关系 因此呢 主要的降雨区域 依旧是在老地方 包含了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跟宜兰 不只降雨时间会拉得特别的长 同时要注意 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机率 而至于在中南部地区呢 则是云层会比较多 同时也会有一些小小飘雨的现象 而降东北季风带来的凉空气的影响 到了元旦到下个礼拜一 就会稍稍的减弱下来 而起因2023年 相信很多人都有跨年的准备了 不过如果您要去的是 像是台北101 还是新北的淡水 桃源跟花莲的话 则是要特别注意 降雨的机率非常的高 甚至是可以上看70% 因此外出的话 就要记得带一把伞 或者是直接穿上雨衣 而另外呢 在中台湾的部分 两个跨年场次都是在台中 虽然降雨几率没有那么的高 不过呢 日夜温差可以来到了10度左右 而再往南部一点走呢 像是云林的剑湖山 还有高雄的一大世界 以及亚洲未来市的演唱会 如果要去参加的话 也要注意呢 日夜温差是非常的大的 一定要注意好保暖工作 另外如果大家去追元旦的 第一道曙光的话 则是建议可以往中部来走 竹苗一带会比较有机会 其他像是呢 在东北角 还有在阿里山的话呢 则是没有像往年几率那么的高 需要再碰碰运气 再带您关心 今天全台各地 可以更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来看到是在北台湾的部分 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 同时水气又偏多的关系 因此呢 在桃园以北特别容易下雨 可以高达90% 而在低温部分来到了16到17度 再看到是在中台湾的部分 今天云浪都是特别的多 降雨几率可以来到了20% 会点小小飘雨的线上 而在白天的低温部分 来到了17到18度 再看到是在南部地区 今天同样受到了南方云系 北宜的影响 因此降雨几率 可以来到了20% 而低温部分来到了18到21度 而在东台湾的部分呢 今天各地都是有蛮高的降雨几率 其中是在宜兰的部分 可以来到了80% 而低温部分来到16到20度 最后是在外岛的部分 今天则都是多云的天气 之后天气小丁宁 要来提醒大家 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 同时又有南方云系 北宜的关系 也因此呢 像是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在大台北山区 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机率 而如果在明天跨年 要外出的话 还有在元旦要追曙光的话呢 则是要注意 Infoem地区的天气状况 比较没有那么的好 需要碰碰运气 以上是这一集的气象 感谢你的收看